你看这只海象 它为啥年纪轻轻就自寻短见 要这么想不开呢 这多亏了人类啊 这只北极熊能在海上熬游 也亏了人类啊 但其实这对它们是有巨大伤害的 一切都并不应该 全球变暖 导致的浮冰面积大量减少 每平方米就有十来头海象 密密麻麻的聚集 它们的家以前也在海滨上 它们不换气也会溺水身亡 它们也有活着的权利啊 但这对现在的它们却是妄想 它们每天的踩踏和打架成了日常 它们想要活着就得拼命向上爬 这对体重一吨适应海滨滑行的它们 简直是在扼杀 若非如此又怎会放弃生命选择跳崖 毒辣的紫外线刺伤了它们的眼 视力差 却能感受牙下同伴的呼喊 虽不是自怨 却因此而摔下 它们不会立马消亡 身负重伤在原地平躺 无欲也无望 未来等待北极熊的 可能是找不到伏兵能吸 游在海面溺水身亡 而南极的企鹅们 看着数量足够多 还能在海面冲浪 但真相却是仅仅五十年间 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 那距离它们灭绝是否就在几十年 这群毛孩子的毛孩子 还能平安活到老去吗 让人们兴奋愉悦地 逃学起额鸣场景 你的孙子还能看到吗